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 有一片面积为40公顷的人工田海区 这里是西九文化区 这里设有各类剧场 博物馆和艺术公园 一座座设计独到的建筑 一场场风格各异的文化盛会 尽显香港包容多元的文化特质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西九文化区每逢新的地标建筑建成 观众们都会分治它来 2022年7月 历史五年打造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正式向公众开放 开馆之初远道而来的除了观众 还有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914件珍贵文物 洛神富图 江山秋色图 定谣白佑孩儿枕等 166件国家一级文物 罕见亮相 此次赴港展出的国宝 在展览结束后 将回到北京故宫休眠数年 才能与公众再次相见 观众除了可以近距离欣赏珍贵的文物 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 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来了解历史 观众躺在沙发上 天花板上的投影 就能带领观众 进入乾隆皇帝的梦境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利用紫金层宗族的概念 把层层递进中庭的概念 放在垂直系的一个博物馆里面 所以在博物馆里面 我们有三个中庭 向东 向南 向西 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我们也利用了这个红砖 网瓦 这些的特色博物馆 展示故宫的五千年文物 相信其他的朋友 来到香港的时候 会有非常不同的感觉 了解完历史 我们来看西九文化区的 另一座地标建筑 戏曲中心 一出出好戏 正在这里上演 戏曲中心内 设茶馆剧场 顶层剧院 演讲厅的 是殿堂级的演出场地 不少戏曲名家 在此登台表演 戏曲中心的顶层剧院 可以容纳大约一千一百名观众 演出开始的那一刻 观众便迅速沉浸到戏曲的世界中 戏曲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 在香港缓发出新的活力 香港一直都是我们中国 尤其是南部的一个 很重要的门口 这个西九文化区 是我们一个新的 一个很大型的建设 都是在全球来讲 都是非常高规格的 里面展示的 有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跟历史的一些物品 也有现代的 西方的 还有其他的视觉艺术的一些艺术品 一下子呢 整个西九文化区 就让我们香港 在整个国际的文化艺术的地位 提高了不少 我对香港外后的文旅发展 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在香港来讲 我们本来的那个文化的底蕴 就非常的强 现在加上国家给我们政策 去支持我们 作为中外艺术文化交流中心 我们更能够利用我们的优势 讲好香港的故事 也去讲好中国的故事 包容多元的文化 为香港勾勒出一道独特的风景 也化成一股强劲的力量 推动着这里的发展 西九文化区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 夜幕降临后 西九文化区 换上了华丽的外衣 静静等待着旭日东升 阳光普照 多种外来文化 在此交融 汇聚 中国传统文化 也在此传承 发展 这里就是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